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铁頭展示的就是一些攝影機的架子 還有一些最新開發出來的一個追焦器 我們等一下來跟他們這個老闆來談一談 OK 好 大家好 我是邱蛇 我們今天特別訪問到我們這個鐵頭的老闆 這個開發了很多這個攝像機的這個復健 精品啊 那我們請來介紹一下有什麼好東西 主要我們這邊的分類呢 主要就是以那個主流的是兩種 第一種呢是專業的那個攝影機的附件 然後包括了F-S700 然後還有我們的那個Red Epic and Scarlett 然後還有Sony的F3 然後還有加能C300和C500 另外一種分類呢就是DSHR的這種類型的 比較輕便性的 像我們現在主流的BMCC 還有我們的這個Tilt-up三代 這兩種 然後BMCC我們現在的主 我們現在主要的適用機型呢也可以 除了BMCC以外還有 5D3和5D2 這兩種都可以適用 就是我們的無線更加系統 它是有三 三路輸出 我們的三路輸出呢 它分別是有三個控制和肥控制 你如果在一路的情況下 我們在一路就可以做到 然後三路輸出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鏡頭的開機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跑鏡頭形成的一個過程 OK 行 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這款無線更加系統是 我們從去年10月份發佈到現在呢 已經將近有一年時間 但今年的BITV我們已經完成定型了 它是一個有三路組成的無線追焦系統 這是聚焦然後關圈還有ZOOP系統 然後它是一個模塊化的設計 三塊都可以拆出來使用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的 它的接收單元也是可以可拆分設計的 就三路都可以把它單獨拿出來 特別說我們在上手持的時候呢 它非常有優勢 就可以被人非常輕便 可以比如說我要一路的時候 可以直接用一路 然後兩路可以用兩路 相當非常輕便 然後呢 這套系統的基礎上呢 我們擴展了 我們擴展了目前的這套 EFP演魔室裡面專用的一套系統 對 我們就是把目前的這個無線系統 裡面的這個手柄 然後加了輔腺之後呢 它變成了我們的這個卡在那個三者架上面 可以直接操控那個電影鏡頭的一套系統 然後它連它的關圈還有聚焦 關圈聚焦 然後還有它的Room全部都集成在我們的手柄上了 它就可以作為一個 可以作為一個這個演魔室的這種系統來使用 像我們的演唱會啊 還有現在的體育直播 都會用到這種電影鏡頭 所以說我們專門為它開發了一套 這種附件 可以直接把這個無線更加系統 直接變成一套這種演魔室的系統 他們我們這個主機的這塊呢 讓它可以把它擺在這個攝影師的位置 可以讓它監控這個電影鏡頭的數據 我們這個新產品大概就是這麼一個的情況 細度看一下 其實我剛剛有講解 就直接把它拍成這個後面 對 我就是要拍那個 對 對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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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它組合拆開 來 拆開 我看你 哦 哦 哦 三個張元都可以 它最多組合幾個 可以組合八個 八個 然後 對 一般做六個了 就是做那個3D的拍攝 哦 對對對 實際上我們鏡頭三個就夠了吧 對不對 對焦 Room 對 然後 但是有些人拍3D的話 它就需要 哦 它兩個 對 兩個鏡頭 哦 哦 可以組合 你直接把它插就可以了 那一台主機遙控就可以了 一台主機遙控就可以了 OK 哦 WiFi 它是可以 你的手機跟它通訊 然後可以編成 哦 用 用WiFi手機編成 可以 App 可以 App 控制它 控制它 就是有一些那個 延式拍攝的時候都可以 嗯嗯嗯嗯嗯 哦 還蠻理想的 現在 現在這一套追焦現在 基本 基本價格大概多少 基本價格是3萬元 3萬元 是配幾個 對 配三個嘛 哦 三個 三組 三組嗎 剛才那樣三組 對 就基本三組 對 這樣子 3萬 2 3萬 2 3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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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萬2